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有关于 这一组呢 就是类似于他自己个人的状况 他身边六亲缘分的状况 他自己身体的状况 然后还有他财务状况的一些相关问题 这一张自己呢 他上面摆的那个牌呢 是一个特技表演般的人 他一个人要扛着许多人在行走 所以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他的身上 然后他为什么他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减轻他自己的压力 然后他的期待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是一家之主 还是一个少子化的家庭 还是独生子女奉养的年迈的长辈的 这样种状况 因为这是大众的 你要看您的状况 但是你自己 你像一个特技表演般的扛着很多人在走 他就是一个一家之主 赚钱养家 或者是他在工作上 他也是你也是一个人 这样要负担三四个人的 你头顶上要顶着三个人 这三个人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 也可能是你的 你已经跟别人结合的 一个另外形成的一个小家庭 就是包含你的配偶 你的伴侣方面的这个家庭 所以这一组的朋友 相当来说您是身上是背负着别人的期待与重量的 然后呢你的兄弟姐妹呢 你的兄弟姐妹就像猫咪一样很独立 然后该怎么说呢 你的兄弟姐妹他可以给你一些协助吗 其实还好 因为他们就是像猫咪一样很独立 很有自由意志 然后半夜的时候还会在那边叫嚣啊 那个气力怒吼叫嚣对决 因为猫科就是猛兽的缩影嘛 你想抱他的时候他甩头就走 然后当你觉得他不让你抱的时候 他又静静的陪在你的旁边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又是很有自由意志 然后很独立 然后又不爱被你管 也就是不会给你太多协助 但是你说他完全不给你协助吗 某个时候猫咪静静的依偎在你旁边 很像对于来讲也是一种放松吧 也不一定啊 这看人的感觉 总之他是一个很喜欢自由 然后户外活动到处留搭 就有点你的兄弟姐妹就是这种类型的 或者是慵懒的 就坐卧在那个路边的墙上 坐卧在床附近 坐卧在沙发附近 然后用一双神秘的眼睛 你就看那个猫的眼睛 俯瞰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 可能你的兄弟姐妹都还没长大吧 然后你要负担他们吧 然后呢 你的伴侣 你的伴侣他出现的这张牌卡 是一个老人跟一个狗 有可能你这一组抽到了一部分的人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成家 那你可能就是那个家庭当中的长子 或是长女 就是你要负担你原生家庭 你的父母 然后你的兄弟姐妹 然后 然后还有可能你们家有养狗吧 所以你现在如果你还没有成家的话 伴侣是狗狗 就是代表说可能就是 他就是 你的宠物 你的一只狗狗就是他会陪着你 然后他会保卫着你 然后他会引导你到各处 然后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伴侣 就是可以一起共度岁月 一起分享喜怒哀乐 就是狗狗就把你当做他的主人 然后就是算是也是你 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跟你一个对话的一个管道 就是一只忠实的狗狗吧 如果你还没有成家的话 有可能就是这种状况 那如果你已经成家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有了伴侣了 那你的自己这张牌卡就是可能就是你自己是一家之主 然后你有两个小孩一个伴侣未必啊 或三个小孩不一定 就要看个人的状况 然后你的兄弟姐妹就像那个猫咪一样在旁边依附着你 然后呢 你的伴侣呢 就是一个可以陪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是会去外面跟你一起打拼 撕杀的那种目前看来应该不是啦 就是但是他很忠心很忠实就非常疼爱你非常在你旁边呵护你陪伴你然后你也是他的全部 也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在他心目中的角色就是你就是你伴侣的全部如果你是已经已经那个结婚的状况来看的话 你就是你的你就是就是这种状况 那如果还没有结婚那就可能是你们家有养一只狗就不一定呀 然后这一个子女这边呢 这张牌卡是一个蝸牛 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就是你这个子女他就是一个非常迟缓的儿童 他的他的外在的行走的那个样子的状态跟这个世界的那个频率不对等 所以你在照顾他跟呵护他的时候你就要顺着他的经验慢慢的把他往前带 因为他还是有他的步调的 然后他隐喻着说他是要很对待他你对待你的子女 就算他不是迟缓的儿童就算他很聪明 他也隐喻着你对待你的子女你要用很大的耐心去去慢慢的去引导他 然后呢你的子女内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小baby 他外面阴阴的那个外壳 这个外壳只是他的一个保护壳 然后他有背着也觉得很沉重的 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背着不断的向前走 所以在子女教养方面呢 如果你有子女就是你要非常的有耐心 这是第一点那如果你没有子女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生小孩 然后呢你现在你已经家庭有很大的那个你自己需要去承担很多 然后你旁边又有兄弟姐妹 他也是依附你依附着你的 没有办法给你很大实质支援的 然后你的子女还没有生出来 你跟你的伴侣还没有要孩子的话 那这张子女牌出关你 我就建议你们暂且先不要孩子 这个就隐喻着你们慢慢来不及着要孩子 因为要等到其他的基础更稳固 比较适合有一个小孩 然后金钱方面是这一个一张就是在讨论 大家一起在桌上讨论 就是一个团体的讨论的 大家就一起沟通啊指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张牌卡 感觉上也许你就是也许你的职业是一个教师 也许你的职业是一个就是需要在常常开会的人 这是第一个隐喻 第二个隐喻就是也许如果你的职业不是教师 也不是这样常常在办公室开会的人的话 那你的金钱的问题你想要突破 就是要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讨论与沟通 就是这张牌卡旁边 你看除了在讲话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你 下面有做四个人 如果你现在尤其万一你是事业状态的话 你就要去跟这四个人好好的沟通 你们的金钱问题 好好的去做一个全方面的裁量 这个对你呢才会是有用的 然后你的身体呢 他出的是这一张牌卡 面对着深邃的山洞 然后心中就是会让你看他就是有一种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好奇 还是期待还是退缩 还是征服的感觉 总之他就是感觉上里面有很多位置 进入山洞他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他不知道 然后这个山洞是隐喻着你的内心 也可能代表生命的未知 这个时候呢就请你呢 直面恐惧 踏上探索的道路 因为这就是成为一位勇者的心路历程嘛 然后你的身体出这张牌卡 他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就是不断的往内心去探索你自己 也有可能有一个方式 就是你的身体 可能这是某一个部分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你们听了不用挂怀 某一个部分的人 如果你的身体就是某个部分 有一些些小小的缺陷的话 那你也不要担心 这个肉体的缺陷也是 就是上天注定就是送给您的礼物 然后你要穿越这一份恐惧 他可以慢慢的带你走入这一份缺陷 最后给你的礼物 因为还是有很多就是禅吉言 他的人生过得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家庭有伴侣 然后他的伴侣也对他很好 然后甚至就是那个伴侣条件也是很优秀的 有关于这一点 你就是如果您是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 它是一个恐惧未知的旅程 但是它是就是上天注定要让你去面对的一个旅程 大体上来讲 您这一组的比较实际的状况 也许就是这样给您做一个判读跟参考 然后呢塔罗牌方面的应对呢 就是他出这个愚者牌 就有可能代表说 一个年轻人他要第一次离家去远方 然后或者是说呢 你的前路呢会有一些比较新的状况来临 就比如说有一些惊喜的访客会跟你联络啊 或者是你们家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人会来访 然后呢这一张愚人牌就是无论你在情感还是事业上 都希望你就是随顺因缘把握机会 因为如果是事业是这一张牌的话 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在休息 就是在度假 然后或者是你就是你是一个正在创业的人 因为在创业初期 人家也通常也以为你每天都在休息跟度假 其实不是 创业草创的时候本身就是这样 自己开创新公司 自己开设新公司 自己安排好事情的优先顺序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事情的优先顺序的那个list给写好 因为工作的优先顺序就是对你是往后你成功的制药的关键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次序 那个list 那个次序的项目有没有一件一件一件的完成 它影响到你后续的工作是否顺利 这个就是这张语人牌 它所给大家的一些提醒 然后呢 这个钱币七呢 就代表 其实大体上来讲 你还是在工作上是很有潜力跟成就的 您是一个相当就是 现实吧 也不能只现实 你也必须要现实 因为你的环境就是你一定要现实 因为这张牌的土元素非常重 它的占星的连结在土星在金牛座 所以它是一个恒久耐力 然后非常本能的直觉跟欲望 然后你会不断的努力去达成你要做的那些 你想要让你自己丰收的那个异象的牌 你看它这边有七个 然后有四个已经种在地下的种子 三个已经开花结果了 然后三个开花结果了 可能现在不够你生活用度 但是你没有 你不用担心你下面你已经中了四个 所以呢 你就不用担心 你就好好的去 去让这个你的财富的生长 稳健的来临 所以这个就是对应到这张金钱的牌卡 如果你在创业早期啦 如果你在创业早期 你拿这三张那就代表你不用担心 你好好的要去跟你的团队沟通 不断开拓新的机会 然后现在收三个之后 之前中的那四个将来也会收成 不用担心就是沟通 沟通再沟通 然后你所有的list 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一件要非常有次序的 这件要做的就不要拖延 赶快把它给做完 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有点反光 你们在事业上的那个状态就是 目前看来是这样子的预示 然后这个宝剑鹅就是代表说 宝剑鹅又出在这样一起嘛 你真的要沟通 因为就是 这该怎么说呢 有人蒙蔽你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创业早期 然后出这样 就是有人在 有人蒙蔽你 对 有人蒙蔽你 你就更要应该直面问题 好好地去跟他聊天 跟他说话 才不会进入一个思考期的僵局 就是可能就是 你在爱情友谊生意或事业方面 这大概是生意事业方面 就是有人对你不诚实 你要多加注意 然后你仔细去观察了解 问题的核心到底出在哪里 你总是会有机会去采取行动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啦 可是你要看看那个时间点 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真的是可以好好去处理的 你再来站在你的立场 去做一件你的抉择 总之他还是要看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时机点 采取状况的时机点 但是沟通先摆在前面 沟通是不能拖延的 决策的时机点呢 可能就是慢一点 因为那个宝静儿是 是比较僵局牌 就是要你先先先等一下的意思 但是沟通就不要等了 就是你也未必要跟他直面问题 你是直面问题 但是你在讲话的时候 是委婉的 是绕来绕去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保健期呢 保健期他是偷窃不诚实 没错你的公司里面有人骗你 你的公司如果你是创业初期 就是你的事业上有伙伴 他是骗你的 他是偷窃的 他是不诚实的 而且他还是非常很久有耐力的 不诚实的 所以你现在你就是要注意一下法律问题 跟那个看看是不是公平的交易 还有生意上面的欺诈 因为这是一张小偷牌 就是一种警讯 然后告诉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财务跟财产 然后呢 可能有人要来跟你争宠 然后强夺你的位置 要来侵犯你的空间 或者是在情感方面 你的伴侣比较自私 占你的便宜 或者是最糟糕是有人来欺骗你的感情 这也不一定 就是在感情方面的 但是在心智方面就是 你身边有一些人 不管是谁 他会跟你耍一些小手腕 跟你玩一下某些欺瞒的游戏 然后你需要去发掘事实的真相 然后你的对手其实是挺强大的 这张牌跟保健二跟保健七都出来 就是你的对手还挺强大的 所以你可能要好好去运用一下 你身边的一些资源 也不是说要你放弃的 也不是要你坚持立场 你不能放弃 也不能太坚持你的立场 而是要步步为营 慢慢一步一步的把那些事情给解决 因为步步为营 设想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那个list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样他才有办法帮助你捍卫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如果你没有这种步步为营的心态 你的list没有很清楚的话 你就可能后续会被打击 或者是会考虑要举白起投降 不一定啊 就是个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目前看来是这样 但是应该是不会 因为你之后是权杖六 权杖六就是你终究 你会在这场战役当中胜利 因为权杖六是一个代表你应得的成就 你经过一切的努力跟沟通之后 你会有得到你该有的 你该得的胜利 它是木 这个是木星跟狮子座嘛 你该有的胜利 威望那种幸运 你都会来到你的身上 就是你所渴望的报偿会实现 就是就算你现在辛勤工作 还没有得到回报 但是将来就是应该你在工作 失业计划 还有你曾经的努力 你曾经这个钱币七的努力 都会得到一些报偿 还有如果你有法律上的争议案件的话 这也是对你非常有利的 然后所以就请你好好的去 去享受你接下来那一段幸运的时光吧 因为它也是你很努力的 经过你的付出得到的奖赏 然后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目前看来应该是 你现在的问题其实也 也虽然压力沉重 但是其实问题不大 你虽然压力沉重 但其实问题不大 然后呢你的火源速travel旅行 这张牌卡的行动力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一时之间 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然后你的压力生活压力不大的话 你可以找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让你自己去走走 但是现在不好意思跑太远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所以就是找个比较附近的一些小地方呢 让你自己的生命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 因为生命永远都是一个持续 它并没有一定要走向一个最后的目的地 有的时候你经历 这个旅途的本身 它就是一个生命啊 它有时候也没有要去到达到某一个点 也没有说有特定的目标 它只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呢 去跳舞 去高高兴兴的在里面走 不要去担心任何目的地的问题 如果你要放松 你就要有这种心态 你才不会在那些人世当中去计较 因为要达到一个目的 到底是要做什么 有的时候需要问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都试图在生命定下某一个目标 但是他接下来那个目标 隐含的含义 他自己是不是清楚呢 这个就是要问他个人的 那就算真的让你达到生命的目的地了 那接下来呢 你之后你看起来 也许你会很尴尬 因为你打败了敌人了 你得到了胜利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你这当中的操作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的 不要让你自己无路可走 因为你达到了最后的目的地了 然后在旅途当中 如果你失去了一些东西 然后感觉上就光着身子 站在最后那个目的地 那感觉上也会觉得很像 旁边看着你也会觉得很辛苦的 高处不胜寒的 这你周遭跟你之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你非常辛苦的赶路 你非常的操心 然后结局呢 结局下场就是因为 让大家看到你的胜利 然后其他人就这样信心而归嘛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因为这当中有很多的智慧师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去学习跟接受的 他没有那么容易 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重担的状态 因为真的你这个重担太明显了 你就是你要负担很多事情 所以你要试着把一些呢 一大堆人加在你自己身上的应该跟不应该 尽量把它给抛开 这样你会轻松一点 你想想看嘛 就是这张图嘛 就是就好像变成图中这一个 那个一幅破烂正在奋斗的人物 他正要试图的往上坡去走 而且扛在他肩膀上的还是一个愚蠢的暴君 在那边大声喊说 喊说走快一点 努力一点 要达到顶端了 你看那个上面有一个人愚蠢的暴君 在那边叫他快一点 可是那个暴君本身的头脑上面 还有一只傲慢的公鸡 然后那只公鸡 这上面有一只公鸡 最上面是一只公鸡 那个公鸡就是一副不顾别人死活的状况 如果呢 你的生活就好像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奋斗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改变的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这是谁 这都是我们人生至关重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种奋斗 纯粹就是从摇篮走到坟墓 然后没有什么意思的话 我觉得这一份那些应该跟不应该的重担 你要放下 然后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敌人啊 因为你的伴侣是中狗 然后狗狗跟猫猫的那个差异很大 狗狗就是很忠心 然后猫咪是很自私 非常selfish的 猫咪是没有感恩心的 但是没有感恩心的人 你是说他没有用处吗 不一定啊 看你怎么用啊 他偶尔还是会 他没有感恩心 但是他不至于没有怜悯心啊 没有感恩心 没有感恩心的人是他 你对他好 他未必会觉得好 他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没有感恩心的人 他看到比他更弱小的 他未必不会出手辅助 所以说你对于那一个 你在跟他们相处的那一个过程 你要了解他们的性质 你就可以把这些重担给抛下 然后陪伴你的伴侣 就是很忠心的 像狗狗一样的 所以呢 这些应该不应该 就请你都放假 然后去好好的去做一场 你生命的旅行 你可以怂怂你的肩 看看你身上是不是 不用飞那么多东西走路啊 你有你自己的高山要去征服 你有你自己的梦想要去实践 除非你能够放掉所有人 所有你从别人那边收集来的那些能量 然后才能够确认哪些是你自己真正的期望 不然你也没有力量去爬你自己的高山 因为你旁边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一直攀附那些能量在你身上 然后你就会很累 然后不断的把那把你往下拉 这些其实这些情况你只是你头脑投射出来的坏象 它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压着你啊 你是可以放下重担的 把他们放到他们应该要放的地方去 我以上讲这样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啊 听得懂以后到底你的现实状况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这个也是有很多个人的姻缘啊 就祝福你吧 因为我也只是一个传讯者 然后大家都在学习 大家也都在努力 然后如果你还是觉得重担没关系 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 总有一天过去会不复存在 未来会出现 然后现在在当下呢 你就好好的往正确的方向去迈进吧 因为现在就是那一盏金色的光 就是那一盏金色的门 这个金色的门呢 你就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走 反正你最终会达到你的胜利的嘛 还是可以的嘛 你的重担总有一天会放下的 只要你好好的去接受 去接受你所生活的一切 因为这张接收性的牌卡 就是要你去接受 你自己所面临的所有的一切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阴性的 这一张是圣杯皇后 它需要你的情感变成一个 接受性的倾听的 进入神的殿堂的 基本奥秘的那种特质 然后去 去很柔性的 去碎顺的 去臣服于这个世界 然后渐渐的你就可以达到 你所要的那个路径了 因为它就是任命 就会好命的意思 如果说要讲的很通俗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总有一天你会 你会好命的 只要你好好的去通晓 你的情感 通晓你自己本身 你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身边其实也是有 非常好的伴侣吧 如果你有伴侣的话 因为这大众的不一定 就是这样子给大家参考吧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你旁边的伴侣也是对你来说 是非常忠实非常棒的 所以你就好好的去接受 你人生的礼物 然后好好的不断的走下去 相信呢 一切都会非常好的 然后祝福大家咯 Namaste 拜拜咯